Yoho 歡迎來到DBS 那今天我們來簡單講一下這個 唐克夫妻的任務啊 Healthic Privacy Part 5 那這個任務呢基本上 它要求的是第一個 你要帶三罐那個藍色的鋼泡的 然後呢 你還要在必須要在晚上的時候去factory 因為大家都知道factory的時間是 不會像其他地圖一樣會 隨時見而變化的 它晚上就是晚上白天就是白天 所以你要到晚上去 然後在走廊上會有一個 一定需要tripe門才能進入的房間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在講哪一個 那進去那個房間之後 把你身上帶著三個鋼泡的 都放在旁邊的櫃子上 這邊會給大家看啦 所以出了一門之後呢 就在右邊 欸其實也不一定啦 不一定要在櫃子上 反正整個房間基本上都可以放 對 那我們這邊就快轉一下 那 每個放鋼泡的時候都需要花30秒 那 依據大家會遇到的情況就是 欸我放了 然後下一個它不太讓我放這樣 那有個最快的方法是 你放完之後你就直接按Tab 開啟你的物品欄 然後 然後 再關掉 再關閉物品欄之後 馬上就可以放下一個 這樣可以給你省不少時間 不然 我之前的經驗都是 我可能要 四處走一走啊幹嘛的 然後它可能才會讓我放 比較麻煩 好那放好之後就可以離開 任務就算完成了 所以 基本上晚上的話 建議還是帶個隊友 然後放的時候關門 然後帶夜市進 這樣子會比較安全 那就可以大家做參考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我是DBS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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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